要自己控制一下 用智慧呢 还是要用慈悲呢 佛教就是慈悲吸舍嘛 底下再解释一下 如又不知如来藏中 信火真空 信空真火清净本然 周遍法界 你依然不知道如来藏中 信聚之火就是真体之空 信聚之空就是真体所现现的火 清净本然 这周遍法界 此显前体渊荣 有则依旧也 不知如无真志 不达真理如来藏 即是清净实相真理 火大是事 事不离理 由阿难裂下裂 那无事 不能通达 清净实相 故则因 无先为如发明 地大及藏性 应当觉悟 何以如依旧不了知 火大及藏性之中 本有之物 乃天真本计 非何何不何也 信火真空 信空坚火 以 互引言之 何事迹 为两句 为信聚之火 即是真体之空 信聚之空 就是真体之火 意思就是 所有火就是本性 如来藏性的意思 即火即真 就这么简单 即火即真 什么意思 即火即真心 就是你的真心 全向全性 言隆无碍 体本清净 礼主染供 也就是六祖 大师所淫 本来乌一物 何处惹尘埃 周片法界 即是体骗 用骗 乃在下一段 谁众生心 应所之量 此以上科 体用忧分 忧分 就是体用分开来 忧是关系的意思 把这个关系分开来 上明 障性 不变之体 此明障性 随言之用 用言从提起 也必随缘而行 乃随九法界众生 胜利之心 应其所知 大小质量 随言显现 其用 即是可以应之 说阿难 当之世人 一处知境 一处火生 骗法界直 满世间骑 骑骗世间 灵友方所 说阿难 当之世间人 有哪一个地方 在某处 执这个突透镜 来求这个火 那个地方 就会产生火 缘起 隐言生 那火并没有来气 戒指缘 火就生 但是也没有 因缘的实体性 骗法界直 满世间 都有火 只要 有因缘 因缘本空 幻相望性真 欺骗世界 宁友方所 就是没有一定 处处 都有火的因缘 但是有没有显现出来 此即是 焰之 一人一处 知境求火 谁一人之言 一处火生 骗法界众生 知境求火 谁多人之言 满世间 都有火起 其片世间 灵友一定方所 此业凡复陷境 善见无限 凡复的境界 都陷 无限 而圣分上 更不带言 随心应量 于此可知一 四七七 寻夜发现 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 极异自然性 皆是四心 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这段 在我们地道 就解释过了 看注释 新夜发现 乃为因缘自然 二种忘记根本 此火大 不读弥味 业障众生 必行燃业 而后能发 如恶鬼之道 激活焦燃 顶发燕身 口吐火焰 这个是 恶鬼的痛苦 恶鬼的痛苦 就是对火上 但那个夜报 是很可怕的 激活 交尖 饿 饥 嘴巴吐出来 都是火 顶发 燕身 我头顶还冒烟 头顶还冒烟 是不是 口吐火焰 嘴巴吐出来 像我们放咽口 这个咽口鬼 口吐火焰 那个苦 很饿 吃不到东西 这种苦 没办法形容的 不要说想 这个饿鬼 主委 你去过开刀房 开过刀吗 没有 你住过交互病房吗 也许没有 如果你有没有一天 说肚子很脏 或者是 胃很痛 很不舒服 就这个时候 前面摆着 大餐 丰盛的大餐 你眼睛只能看 你很饿 吃不下 很饿 但是吃不下 这样的感觉 就很难受 不要说讲到这个 头顶还冒烟 所以是照了这个叶 你看 这个还不是 还不是第一 这是恶鬼 你看他第一 就多苦 所以师父常常讲说 我们活得的时候 记得 多做一点善事 真的要多做一点善事 死了以后要做 就很难 这个善事不一定要用钱 讲几句佛话给人家听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做善事 打电话 请人家看看佛教的节目 做善事 就说善事 对不对 人家在痛苦的时候 安慰人家几句 做善事 这善呢 不一定是钱 身体力行 只要是善 对一切众生 有利的 能抚慰众生的心灵的 都是好事 尤其欠他学佛 那就一大事因言 欠不来的就不需要 因为没有善根 你怎么讲都没有用 没有菜根 没有活根 佛根 没有铺利根 没有善根 没有智慧根 没有菜根 草根 树木根 什么根都没有 有的人真的一点根 都没有 还跟你打八观 在界 怎么可能 以下 纵使修为 大心之事 以许 玄境业 而后能献 如火头金刚 乌楚色谋 这个乌楚色谋 此尊者 以深境大悲 不必 慧处 以大 威光 犹如猛火 烧出众生 烦恼望见 分别过境 生灭之心 所以也称为 除慧金刚 这叫做 乌楚色谋 化多阴心 阴意心 比较重的人 观不尽 观无常 观善观 只要你放得下 而智慧的火 就现前 此皆行业 发现之明正也 世间无知者 为全圣邪者 世间 虽然修习佛道 可是邪的不究竟 叫做全圣邪者 世间 无有真知 没有真正佛的智慧 魅夫张性 不变子体 尽获为阴眼 外道 非邪者 世间 不是邪佛的人 没有佛的政治 每夫藏性 随言之用 敬获为自然 自然就是无因 此等 即是世心 妄想分别 周遍嫉妒 于他起性法中 不了当体 即是如来障 当体就是空 不了当体 即是如来障 言成 失信 妄及 偏激 执信 偏激 执信 重点在哪里 就是在 言其法 迷失了 误认为是死法 言其法 是空性法 而他不知道 不知道 言其法 是空性法 在这个言其法 迷失 还只为实用 有越直就越偏 一切世界 哪知道什么 言其信 空 什么法 不止 哪一法 不止 但有言说 但做 凡解 凡有言说 凡有言说 如说 因言自然 和和不和和 非因言 非自然 非和和 非不和和等等 皆属于戏论 无关于佛的政治 叫做戏论 在这里讲的 为什么讲戏论 在这里讲的 只要不究竟 通通列为戏论 只要不是佛圣 最上圣 通通列为戏论 包括二圣人 前教菩萨 通通列为戏论 不能侮辱佛的究竟 体空 如来葬性 本空 通通列为戏论 所以任言经 是大圣了意之教 所以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依意 不依语 依智 不依事 依法 不依人 是依止 所以皆属戏论 都无真实之意 火大 讲完了 四七七 乘三 水大 四百七十八页 阿难 水性不定 流习无痕 如四罗尘 加比罗仙 卓家罗仙 及波图母 赫萨多等 诸大幻师 求太阴经 用何患药 是诸诗等 于白月皱 守直方珠 沉月中水 解释一下 说阿难 水性 是不定的 有时候动 流的时候就动 吸的时候就停止 有时候动 有时候停 无痕 就是没有一定 如四罗发尘 里面有一些外道 像加比罗仙 这是素论外道 卓家罗仙 中国话 叫做轮 就是他认为 他自己所见到的道理 比别人圆满 可以摧毁他中 接下来叫做波图母 波图母 叫做赤莲花 这是一种池 莲花池名 靠近莲花池 赫萨多 这个叫做海水 近海而住 叫做赫萨多 就是试水 外道 这些试道 这些试道换师 求太阴经 太阴经就是夜中水 从太阳 是求火 我们现在从月亮 是求水 太阴经 就是夜中水 求这些夜中水 来做什么呢 用和换药 就是依此药 能换出种种的境界 迅人心目 就换药 是珠 是等于白夜咒 白夜咒 就是八夜中秋 中夜就是夜白如咒 夜白如咒 手之方珠 就是水晶珠 成夜中水 然后再用盘子 把这个珠 放在盘子中间 成夜中水 这个印度的外道 还是很多 很多让我们佛们 难以理解的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 一些咒语 合着神通 但是毕竟是心外求法 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 水大之性及藏性 体水不变 用能水盐 水不定 流息无痕 息就是止 无痕就是肠 流无长流 水盐而喜 如何水甜之之喜